三支公所前的公园 过去石板并不防滑 又有许多的长辈小孩在这里休闲游戏 若是石板因为下雨淋湿了 会导致湿滑总会有民众来滑倒 因此里长也建议公所在维护的时候 可能要调整一下石板的材质 另外公园内也有许多人来乱丢烟地 也要想办法来改善 如今公园改善完成 防滑禁烟 环境更舒适 近来到三支区公所前公园 可以发现地板已经换新防滑的石板 还有运动器材的重新摆放 让公园看起来焕然一新 以往公园里总是被丢下许多的烟地 因此公所在工程师做完工之后 也画上了近烟标示 希望让公园的改善与近烟标示 要让大家一起来维护整洁 区民都在这里聊天 聊天还有时候晚上要做运动 休闲早上晨天做运动 不要拉一些对便利有关系的 有好之境 我都他们都在这里聊天 而且大家互谈 对这个现在改建这个场面 这个地板非常好 那个地面上铺这个 那个是指滑 他们都很认同 都感谢区公所 感谢仪市长 林昌表示过去的石板不繁华 这个公园又有许多的长辈小孩 休闲游戚 若是石板因为下雨淋湿导致湿花 如此会造成民众滑倒 因此也建议公所在维护时 可以调整一下石板的材质 另外公园中也有许多人乱丢烟地 也想办法要来改善 目前呢 我们公所也进行浮城社区 公所前面这个浮城公园 进行一个地面的改善一个工程 目前已经完工了 那因为之前是鉴于 那个老人 有时候走路 因为之前的地面 有高低 所以会跌倒 所以这次一次把它改善 区公所表示 公园环境改善 让防滑的石板取代 一般的石板铺面 加上运动器材下 依旧是铺设防摔倒的软地垫 让幼儿长辈休息活动更安心 雨天行径 也不会担心湿滑而跌倒 另外环境改善了 干净明亮的舒适感受 也让民族都更加爱惜清洁 让干净的公园保持下去 记者廖平函三只采访报导